到买房我们就进一步带你来看看 你有觉得你们家的房子有越住越大越换越大吗 我们带你来看看台湾买房有一件蛮吊诡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都必须要买公社 而且公社比一年比一年还要高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内政部的资料 说我们国人平均的住宅面积 其实是一年有比一年多的多了多少呢 说从2002年第二季的36.52平成长到今年的2022年 已经变成了39.86平了 说20年有增加1.2平这样的数字 不过专家就也分析了说 其实除了是有豪宅工资加上换屋需求之外 那其余的都是因为建筑法规提高了建案的公社比 所以似乎才拉高了住宅的平均面积嘛 所以也就是说一般民众你多买到的坪数 其实平均的数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实际居住的空间感觉上没有越来越大 反而是越来越小 原因是因为很高的比例都是花在公社上头 好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再不愿意你也没有办法改变 这房子就是每一年都越来越贵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 这是2019年第三季 在新北市的房屋加上车位的中位数总价 已经要被新竹超越了吗 2019年的时候是1275万 这是新北市 那个时候的新竹是825万 可是你看一路的往上走 来到了2022年就是今年 新北的中位数是1420万 可是新竹已经是1408万了 价差从400多万来到了小小的12万 所以很多人都说 哇那这个新竹的房价是不是有一点飙涨的太厉害了呢 那当然也是跟科技业的带动有关 因为这园区里头的客人收入增加了嘛 有很多是科技新贵 所以连带着区域的房价近三年 可以说是一路的飙涨 据了解在新竹的一手市场 甚至有房价一年涨8成 这样子非常夸张的现象 房价的涨幅似乎比通膨还要来得高 可是呢 现在因为台海危机的升温 海外买房的大浪似乎也已经来袭了 那么很多人都开始想要用一些定存资金的方式 在海外去买房就是为了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居家避难 所以现在呢海外购屋在台湾真的还蛮热门的 有一点买气不燃 那么最热的三大市场呢 分别是马来西亚 泰国跟日本 那么会选择前两国的吸引力 那就是可以顺便买居留签证了 尤其呢在泰国市场房屋非常的抢手 还有一个叫做精英签证的 是有最短的五年期方案 而且收费相对便宜有五十一万 那至于日本的吸引力呢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是抗通膨 还有原因就是因为又是台湾非常熟悉的国家 再加上有成熟的房仲平台 入手也相对容易 众一个接一个报道入座 五星饭店小小宴会厅每桌都坐满 周末的泰国房产说明会现场参与人潮踊跃 就是因为近期掀起一波海外置产风潮 总价大概快四百万左右 其实是一房一厅 算在台北新北这一段算是大套房 新北的地产将近是三倍以上的价钱 特别是泰国连车位都不用买 我在这里我还要再加好几一两百万来买一个车位 向重相对低的房价 加上头款只需要付约一成吸引力高 让刘先生买下曼谷市中心预售屋 落成之后准备先当包租工 今年下半年开始 其实报名这种海外投资说明会有客户 就是反应都很踊跃 今年像两岸政治的议题比较敏感 地缘政治的原因 大家可能往海外来去做一个资产的分散风险 全球货币大扁加上台海局势不稳 都让台湾沉疾十年的海外购屋 重启买气 除了自营商 企业主和主科工程师 就连普通上班族都来参一咖 最热门以日本和泰国市场为主 不过海外质产虽然吸引力高 但还是存在一定风险 那有确定你已经非常了解他们的一个税制的状况 跟你未来要负担的税 是不是会吃掉你的部分的投报率 因为毕竟是用不同的币值来去做购买 那就要考虑到汇差的问题 如果是有长期的打算的话 再来去做像这样子的规划会比较安全 专家建议包括当地税制 汇率波动以及后续交易 如果出现问题 是否有人能够处理 都得列入考虑 如果真想跟上这一波热潮 建议要找大品牌建商 以及代理商比较有保障 Solution 宋宇宽 李孟山